請教一下鄭老師 因為看到周玉寇 沉積了九天回來之後 他當然十月十號 下個禮拜一才會在這個 回歸到他的節目當中 但是這幾天他已經不斷的 在他的臉書上 一波一波的 又在這個強力的針對 矛頭針對了蔣萬安 而且他還是在講他的 過去的事情 所以老師怎麼看 這個周玉寇的回歸 說真的 我看到他這個臉書的內容 有一點大失所望這樣 因為我本來在前面提到說 大家不要低估周玉寇 他這個重出的時候 一定是有所準備的 一定是至少讓人家耳目心 覺得說果然是有料 結果沒有料到 第一個老梗 還是在講蔣萬安的聲勢 你知道人家覺得說 你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你不累嗎 這個大家已經覺得說 已經無聊到透頂的事情 你顯然是沒有辦法出現新意 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他搞不好已經是 怎麼樣 你要講說江郎才進 他是周女才進的嗎 就是說你沒有東西 那以你周玉寇過去一個大記者的本事 你過去這樣呼風喚雨的 怎麼會忽然間搞不出炸彈級的核爆級的呢 那後面可能反應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臭了 也沒有人敢再拔 就算有好料也不敢提供給他 好料他手上都因為他人臭了 那個料都沒有人信 所以他後面的這個資源的系統 就爆料給他的 都不敢跟他接觸在一起 那就是說他就東京沒有了 那再回想起來你看說 他去扯張淑娟這樣那樣 就表示說他前個階段說真的是 仗了以前民進黨給他這些氣勢 他很張狂 小事都敢大做 小提都敢亂鬧 那表示他這個東西沒有實料 所以回想起來就看起來 真的是這個樣子 第二個你看那個口氣 還要求人家24小時就怎麼樣 周玉寇 不要講說你這一次如果真的有料 很勉強可以討論 你這樣一個老掉牙的事情 那人家會問說 你前面你亂搞 你這樣侮辱了這個張淑娟等等 你這些犯行都怎麼樣 一模都不見 船過水無痕 你忽然間好像沒事人一樣 就跳出來 還口氣 說現你24小時 要不然就這麼清洗記憶 你是憑什麼呢 你有什麼資格可以這樣子呢 你前面那個到現在 你如何收拾 你對人家造成的傷害 你到現在一點反省能力都沒有 所以我說周玉寇 這個事情實在是讓我 讓我覺得說太糟糕了 那好吧 那個柯文哲說歡迎歡迎 那我是失望失望 大失所望 真的是大失所望 就是說 但是我想我們也不要低估 說不定他只是一個起手勢 不要少看周玉寇 對 我的意思是說他搞不好只是暖身 對啊 障眼法 你讓我們清呼他 明天搞不好人家出來的時候 會有大東西 但是如果他繼續玩這種老東西 我覺得是太沒意思了 那至於他後續的效果 我想你可以看看大家的反應 我重點要講說沒有人敢再沾塌了 我剛剛講的今天就算有好料 也不敢交給他去弄 因為這個人忽然間怎麼樣 反咬無情 而且亂咬一通 那太可怕了 那我重點是今年的選舉 周玉寇你這個角色還有必要存在嗎 你演完上半場 還不累嗎 我們下半場 還要欣賞你那些爛演技嗎 還要聽你胡言亂語嗎 我們這個社會憑什麼 怎麼會養出一個這麼糟糕的媒體人 又可以讓他肆無忌憚 我上次講說 這個沒有徹底清除 那我們這個社會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一個乾淨的空間 我們不是妨礙言論之余說 這個人品質這麼差 態度這麼壞 這麼不負責任 而且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總結是說 他過去這麼囂張 過去好像風頭這麼賤 完全是因為後面有民進黨 這個國家機器跟黨機器在支持他 當那個一銷轟了之後 他原形畢露 原來是沒什麼東西可以搞 那不是不是太丟人了嗎 我還是期待 明天你有什麼驚人之舉 我們等著欣賞 要不然你真的就從此退隱 然後好好去懺悔 然後對於張淑賢那些過很多的這個惡行 去行善 去彌補 你還有個好的晚年 祝福你這樣子 鄭老師期盼這個周玉寇 做好好的這個反省 我真的是苦口婆心 看起來應該是機會很低吧 這個周玉寇 應該還是一樣會滿血回歸 我們相信他應該還是後續有一些力道在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是 他不斷的是從就是蔣萬安的書裡面 還有他接受訪問的裡面 一次一句的去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出來攻擊 所以看起來他的力道到底 每一次都還是在他的蔣家協同這上面 就感覺讓人家覺得好像也推不出什麼樣新的一個點出來 但是呢大家講說 周玉寇回歸 但是呢 陳時中現在應該是很怕他 因為呢之前這個選情 已經被他這個受到那麼大的一個影響了 他現在陳時中的民調已經往下滑 那之前大家都說就是因為周玉寇出來這邊攪局嘛 那我問一下漢婷怎麼看 因為呢 郭正陽認為說 即便呢現在周玉寇再出來的話 雖然陳時中就算想要跟他切割 但是呢 大家還是會把他們兩個連結在一起 十之幾扣嘛 看起來這是斷不了的 借用剛才這個鄭老師的一句話 這叫做老沙皮狗玩不出新把戲 老師有講到沙皮狗嗎 沙皮狗是我講的 老師沒有講沙皮狗 沙皮狗是我講的 老沙皮狗玩不出新把戲 這個周玉寇 不是啦 這個沙皮狗的嘴裡也吐不出象牙啦 會是令人好奇 他當初所謂的陳淺 或者呢是先休假 不就是他犯了大錯嗎 就大家都覺得他犯了大錯 民視也覺得他犯了大錯 蔡英文也決定 也覺得他犯了大錯 所以才會先讓他冷凍 把他打入冷宫休假十天嘛 結果休了十天之後呢 你一模一樣 滿血回歸 那就表示你根本毫無反省 或者說你這十天 你如果說 發現以前的打法不對 換個新的打法 也沒有 還是同樣跟重複的套路 繼續在打蔣萬安的聲勢 而且講的這一波的這個起手式啊 這個點又更細又更無聊了 過去是驗DNA 然後過去都質疑說他爸爸是誰 他到底信不信蔣 這一次質疑的點呢 過去質疑說他爸爸的緋聞 那當然這個是假的事情 現在又接一個就是說 那蔣萬安到底有沒有見過 蔣宋美玲 那請問一下 這關我啥事呢 對吧 這請問一下 這關台北市民什麼事情呢 蔣萬安小時候有沒有見過蔣宋美玲 關大家啥事呢 你週一寇你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下去問啊 對吧 你可以去問問 你可以下去問問 蔣宋美玲啊 當然人家當然是不願意見你啊 因為畢竟可能呢 人鬼殊途啦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先鬼殊途啦 因為尤其像鄭老師跟他說 希望他好好的懺悔 之後我想到佛教當中啊 懺悔完那接下來要幹嘛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進入輪迴了好嗎 我們希望週一寇能夠早日 早日離苦得樂進入輪迴當中啊 我這絕對是一番的好心跟善心 海華XO干貝醬 這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 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